皮膚是我们常常接触到外在环境的重要器官 如何呵护就成了一项重要的课题 运用事半功倍的工具来协助打击老肺角质 以及脸部脏污 才能真正还原明亮有朝气的肌肤 目前黑钻水飞梭于近日抢先亚洲上市 阳光行男法比欧也出席新机记者会的发表 大谈男士保养之道 黑钻水飞梭是我体验过最温和最舒服的课程 我觉得体验之后我的皮肤变得比较光滑 然后只有花30分钟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快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有一种去做spot的感觉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体验黑钻水飞梭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皮肤科医师江继轩 以及整形外科医师赖心提 一同分享黑钻水飞梭的疗程方法及体验心得 与过去旧有的机种相比 不仅仅只是清洁 更是导入了保养的功能 两位医师都惊呼黑钻水飞梭的强大之处 其实水飞梭它并没有限定什么样的肤质才能做 那它里面不论是参数的设定 或者是说它的那个疗程时间的长转 其实都可以根据每一个客户的肤矿不一样 去做客制化的设定 探头的设计比较不会物理性的伤害我们脆弱的肌肤 因为我们脸部的肌肤 其实大家有在保养应该都还是有一定的脆弱度 那甚至有些人会定期的去角色 那黑钻水飞梭它可能就是比较物理性 但是又比较温和的帮我们做定期的清洁跟保养 所以就是前面清洁完之后后面还有软化 然后清洁之后其实是有第三层是保养 是导入精华液而不是单纯只有做清洁 当然保养还是因人而异 不论男性或是女性 每个人的肌肤在四季都会有不同之处 想要保养或是执行医美疗生前 最好还是寻找专业医师 帮你做好详细的评估和规划 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每一支综合报道